yo this is dj the mall 哈囉各位同學歡迎再一次收看dj the mall的教學節目 那接著呢我們要討論的是多項式的處法 首先dj the mall要請各位同學注意的是 陷阱,什麼陷阱呢? 假設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局的例子 5x平方-3去除上x加2 好,被除式的部分 5x平方緊接的後面就是長數 所以他少了什麼一次項 因此你在做的時候你記得要把一次項補起來 dj the mall在這裡示範給你看 還用紅色的標出來 就5x平方-0x-3去除上x加2 那記得在直式的部分 dj the mall要強調的是 5x平方-0x-3是寫在裡面 然後呢x加2寫在外面 然後記得一開始寫的時候 因為你缺了什麼一次項 所以這裡一定要補0 好不好 那接著我們舉另外一個實際的例子 來運算一遍 我們來看一下 4x平方-8x-3 要去除以2x加3 第一個要下手是什麼 看x平方向係數 怎麼看呢? 來dj the mall教你 我們根據前面x平方向跟x這樣 是4x平方加8x 那我們的除式是2x加3 2跟係數4差幾倍兩倍 因此我們知道這裡是什麼2x 我們看2x加3乘上2x 是4x平方加6x 因此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dj the mall用藍色的來標示 好啦 4x平方-4x平方 沒啦 8x-6x剩什麼2x 長數向的-3不要把它忘記 要記得拿下來 好啦 我們就2x-3要去除以2x加3 怎麼辦呢? 根據2x-3 我們就什麼2x加3乘上1 會等於2x加3 擺在這裡 好我們這裡就寫什麼 我們的1 我們不是乘上1倍嗎? 好啦 2x-2x 沒啦 -3減掉正3 答案等於-6 請各位同學要特別記得 不要在這種小地方 犯計算失誤 好不好 好 那這樣子呢 各位同學對於多項式除法比較了解 那因為這幾年 這個基測的關係 多項式除法其實不太會考 2次方以上的 那各位同學只要能夠掌握 在x平方向左右的 多項式除法應該基測就沒有問題了 那請接著我們看一下 歷屆基測試題當中 跟多項式除法相關的考題 HELLO各位同學 我們接著來看91年度第一次基測第21題 他說張老師做一個多項式除法示範後 插掉計算過程當中的6個技術 並以A B C 豬 E F 表示 求A加B加豬加1等於多少 A選項給你18 B選項給你26 C選項給你38 豬選項給你44 然後在這裡呢 他給了你一個 直式的多項式除法計算過程 他是6X平方加AX加豬 去除以BX加5 那在3的部分是2X加3 第一次的時候是CX平方加10X 剩餘的部分是1X加豬 第二次的部分是F的X 對不起是F的X 加上15 不好意思 DJ人墨這個函數念太多 念太習慣了 F加15 然後剩餘的余數是什麼 -2 好 那在這裡DJ人墨在講解之前 我想要先強調一件事情 DJ人墨製作的影片 主要教各位同學數學知識 怎樣解題之外 更重要的是 要教大家硬考的原則 什麼意思呢 請各位同學要特別注意 題目給的是A B C 豬E F 來表示6個係數 但是 他最後要求的 並沒有說是這6個加起來 而是只取其中4個 而且沒有照順序 A B豬E 所以請各位同學 在考試的時候 一定要眼睛睜大 看清楚來 不要發生失誤 看錯了 寫錯了 好不好 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那就很遺憾了 不是你不會喔 而是粗心大意 這樣子的話 對你自己來講 傷害太大 何必咧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聽怎麼解 一開始我們要根據 S平方向來判斷 什麼意思 我們通常做多項式 除法都是從最高次方來看 那因為被除式最高次方 是第2的X平方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 他既然告訴我們 我們傷的部分 最高次是2X 因此就代表我們的除式 一開始 最高次X項的係數要是多少 3 3 2 6 所以一開始X平方向 才能夠怎麼樣 消去嘛 好我們只要做到這裡 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得到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們的除式已經算出來 是什麼 3X加5 我們的傷是什麼 2X加3 我們的余式是什麼 負2 這幾個關鍵 是不是都出來了 那就好辦了啊 很多同學會懷疑說 蛤 才做到這樣 為什麼就好辦了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們的除式是3X加5 我們的傷是2X加3 我們的余式是負2 就是剛剛我們這個算是 把它給 就像拼圖一樣 我們已經把它拼出這幾塊來了 那被除式就好辦了嗎 被除式等於除式乘上3 然後加余式 所以3X加5 乘上2X加3 去加上負2 就是我們的什麼 被除式嘛 弄成起來結果發現它什麼 6X平方 加19X 加13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這就是我們被除式 那接下來怎麼辦 就重新算一遍就好了啊 對不對 16X平方加19X加13 去除以3X加5 去除以3X加5 一開始不是用2嗎 3X加5乘以2 16X平方加10X 19X減掉10X 是9X 好啦 9X加13 就要去除以3X加5 那因為9 是3的3倍 因爲我們這裡用3 那就9X加上15 好啦 13-15是什麼 負2 因爲我們整個多項式除法 是不是完成啦 然後接下來 很重要一句話 請各位同學記得 根據比較西數法 這兩個不是要一樣嗎 好啦 所以我第一個 我們的B是什麼 3 在這裡 再來我們的A是什麼 19 好在這裡 再來我們的C是什麼 6 在這裡 好我們擺上去 然後我們的豬是什麼 13 在這裡擺上去 1勒 9 擺上去 F呢 也是9 好擺上去 記得 題目要我們求的 只有 AB豬 B 不要通通加起來哈 好 所以A加B加豬加1 A是什麼 19 B是3 19加3 22 加上豬 13是多少 35 35 最後再加上1 9是多少 44 因爲我們要答案44 選豬 這樣各位同學清不清楚啦 好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發修的歪度 又來到這單元啦 如果你在機車那天發生了大討症候群 突然看到這題目你傻眼 哎呀多像是廚法 我明明知道我會的 可是我因為太緊張了 或是各式各樣千幾百塊理由 腦袋一圈空白同伴 請記得深呼吸 不要緊張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能不能教你 既然 一道多像是廚法 一定是從 最高資本開始還原 第二個 請你記得 這個題目是最標準的什麼 注意 最後計算的算式是否有陷阱 如果有陷阱的話 很怕一些錯誤的答案出來 好不好 那在這裡呢 今天能夠預測各位同學 要這樣好題都能夠順順利益的 拿到本書 OK